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7月以来投资人当冲主要7档被动元件累计赔了1.6亿元以上 尤其是国具冲上1300元的那天 投资人就惨赔1.46亿元被套牢的人甚至更多 其实很多的投资人都是比较习惯是先买后买这件事情 那一旦先买后卖后卖这件事情做习惯之后 其实当股价在急速做反转的时候 如果没有及时的做停损的动作 其实很容易就会蒙受到非常巨额的损失 财经大牢谢金合也脸书开讲 对于国具实施库藏股造成股价暴跌 谢金合点出三大原因 第一是让市场对号入座 将国具想成宏达店 二是在千元天价执行库藏股 使大股东的用心受到质疑 第三就是实施的时机点 实在前进大抛股之后 代表大股东对股价的心虚 要怎么抓对趋势专家叫站 当冲法则 照法人操作股票当中 它有一些特殊的盘形 然后就是大涨大跌的时候 可以掌握到它那个瞬间的波动性 然后可以用很高的胜率来获取 短线的一些利润 国际变数还是很多后头的中美贸易战 看会如何擦墙走火 也是接下来国际股市最大的伪报单 散力新闻谷告输劳老文 台北报道